歡迎收看 國光 其實我們在一起 幾乎任何藝人我們都罵 你不用跟他講話 他就會背後講你的 不是 有時候我們在聽 他在罵別的藝人 那時候我們就 雖然聽得很開心 可是會擔心 因為我們離開的時候 他一樣就這樣講我們 就沒事在那邊聊嘛 就開始罵這個藝人 罵那個藝人 那小鐘跟LONO 都會加入戰局嘛 後來這樣… 後來小鐘就說 我去弄個尿 一走 我們不對 會不會該不會我去 一走你們就開始講話 喂 他還躲在門口頭前耶 真的 果然… 他一離開之後 LONO跟你講 小鐘根本就不好笑 他就一直以為他發的線 結果就能保護 他就有沒有 小鐘走回來說 你該發 你該發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國防幫忙 我是春鵬 同康 我是崔洪恆 大家好 大王 在旁邊的是 大家好 我是湘怡 好美喔 謝謝 好美喔 今天來的來賓跟我們一樣 跟我們的製作人也是好朋友 我們沒有跟製作人 我們跟製作人一點不好 最近變得不好對不對 他討厭死了 最近有點尿對不對 對 好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是 歡迎NONO 沈玉琳 梁克屯 大家好 歡迎 來 來 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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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到 來 來 麻煩請 就位 來 就位 還沒有 你這個慌神 還不習慣當藝人喔 對 沒有玉琳哥那種東西 沒有 這是什麼 這是 右手 不是要點菜的 不是要點菜的 我NONO 我是沈玉琳 在此發誓 我們是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的好友 天地為政 日月為賤 如有道假 願意接受 願意事業下滑 從此一絕不振之懲罰 各位 謝謝各位 請坐 來 謝謝 歡迎各位 請問你們三個在工作上 為什麼會變成好朋友 應該算是我幾乎所有的節目 都跟這兩位大製作人一起 對 只要是他們開心的節目 第一個 腦海裡面浮現的 就是這幾個人選 其中一定會有我 對 這年來節目合作蠻多的 但到現在好像都 不要再把小龍講出來 那你們好朋友多少年 這樣算下來 我跟小良最久 要久 我從我開始在三立做道具的時候 他那時候在三立當編劇 對 那時候十幾年 十年前 對 差不多 梁先生他是那個 家事選擇 名人之後 對 那個 梁修昌 對 告示昌 對 告示昌 不要讓鬼子的飛機 在我們頭上飛過 你爸從來跳進去 沒有 每次阿亮亮哥看到我 都會講這一句經典的台詞 好不好 他是梁修昌 以前那個 以前他爸爸都很不喜歡梁俊 去發那個日本藝人 像艾莎什麼 然後後來梁修昌說 怎麼為什麼不能發 人家有效果啊 小良 不要讓鬼子的飛機 快過我們的頭上 他就好像說 沈靜屁股 我做節目有什麼關係 他只是演過民族英雄 他一輩子就把自己 當成民族英雄再走 對... 到現在還是 很入戲 很入戲 可是你們兩個為什麼這麼好 你們兩個節目不是對的 沒有 今天梁哥 我們啊 我們以前都對打 所以以前經常其實在還沒有相處之前 是蠻看對方不順眼 但那個不順眼也是 其實也是節目效果 這節目要宣傳 就故意罵罵對方這樣子 不是 那第一次我發現說 演藝圈是這麼黑暗 就是這樣 運哥有一次開一個節目 在郵局 那個叫愛的郵差 他是在郵局門口 當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 你就聊你的新節目嘛 可是他跟所有的記者 我跟你們講 那個綜藝期間的小梁 倦情啦 不想幹啦 他最近的憂鬱症 所有記者都來問說 你不想幹啊 什麼呢 說出於不好嗎 還是怎麼樣 我想說怎麼 我們真的 那時候真的不認識 我想說奇怪 怎麼惡意重傷 那時候還打電話給玉琳哥 對... 有一點點示威的意思 對 但是他打來 他現在講示威 他當時打來很... 就是那個態度很奇怪 就是說玉琳哥謝謝你啦 你這麼關心我 我... 我的優惠症只有你知道耶 怎麼... 人家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 你怎麼那麼關心我 其實誤打誤撞那件事 所以從那一次開始 就變好朋友 後來... 後來我們就合作了那個 因為我在台市開的那個 齊天大聖 是...齊天大聖 其實在... 對... 齊天大聖是... 齊天大聖是真正有合作啦 對... 在齊天大聖之前 那個時候我在華市 不是有一個短命的綜藝BOT嗎 是... 是錄一集沒有播出的 對...就是... 就是還來不及誕生就死掉了 這個節目 對... 主持人NONO 有NONO 對 憲哥NONO 那個很大牌耶 那個... 五個主持人耶 五個主持人耶 我還記得那時候 第一集錄影的時候 因為我們希望五個人 有點像以前黃金五寶那樣子 那個... 一致的制服嘛 所以我們就借了五套白西裝 讓他們穿 結果... 因為NONO那時候體型比較龐大 借來的衣服很憋 就是很緊很緊 NONO通過到尾就很不開心 一直走去 一副不想錄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一直安慰他說 NONO哥這沒關係啦 衣服嘛 男人又不是很重要 他就一直都不理我們很生氣 我說憲哥...怎麼辦 NONO在生氣了 怎麼樣啦 那他衣服因為憋太緊了 還不簡單 NONO你過來 憲哥就拿那個化妝師的剪刀 有沒有 就從那個... NONO一倒過去 他背後... 他把他剪開 那一等... 那一等天錄影... 那一等天錄影 弄個後面都是... 他就把他剪開啦 然後本來想說 就開一點點 就比較不會憋 因為西裝後面嘛 他把他剪開 他想說用雙面膠就扭一下 不錯 就比較大件了 錄到一半就開了 後面就涼涼了 後來就... 出去的時候 然後轉身回來 大家就笑了 因為後面真的是開了 就看到漏這樣子 不是 你沒有看過諧星 這麼注重自己的服裝儀容 那個時候他跟康康康哥交惡 也是因為服裝儀容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沒有... 以前憲哥不是一講說 小臉在街車裡面 然後康哥就在爬在地上爬嘛 那本來不是康哥在爬的 本來是他要爬的 後來他死都不爬 那個康哥一直抓他衣服 一直抓他衣服 他們站旁邊 他都不爬 嚇了 抬了 康哥真的很生氣 問說為什麼我都在地上爬的 你不爬呢 他說不是 因為我今天穿白褲子 我怕會弄髒 不過諾哥是我們看過那藝人裡面 大概僅次於羅志祥 最重視他的衣服他的外型 他現在還是嗎 現在還是啊 我比較愛乾淨啦 可是那個梁哥啊 你後來還到玉琳哥公司去上班 對... 就是從我剛剛講的 那個短命的綜藝BOT 什麼事情都談得很愉快 節目內容都沒問題 然後那個主持陣容 他也覺得很棒 他可以... 他一個可以發揮的 一個很好的節目 那...可是唯獨就是 薪水一直談不下來 他們下來呢 倒也不是說我不願意給他那個高薪 因為他要的薪水滿高的啦 多少 有三萬嗎 在那個時候我們公司喔 就是我們公司的首席製作人喔 大概薪水大約就五萬六萬 就了不起了 那其他就靠收視率獎金嘛 那他一開口呢就是... 他就舉了一個七萬 不打緊喔 十萬我也會給 那是因為他要求說七萬 那玉琳哥記得喔... 不是...你是藝人喔 他說... 他說你不要給我扣稅 後來很為難嘛 結果那個... 我們公司的薪資表呢 史上最突兀的就是他的部分 梁鶴群 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 七七... 不是 那一扣稅下來是很氣 不要讓你談七萬對不對 扣稅完了以後是多少你知道嗎 五萬九千八百多少這樣 而且那時候 玉琳...去玉琳哥公司 你自己一定當然要謹慎啊 對不對 因為他之前都弄過你了 你現在要去他那裡 那玉琳哥會跟... 一起罵NONO 其實我們在一起 幾乎任何藝人我們都罵 比方說像我們今天錄完呢對不對 我們可能在外面抽影的時候 那小康喔 那個主持的像話嘛 製作人的樂趣 製作人的樂趣就是這樣啊 七七百 不要跟他約了啦 可以了... 不要跟他約了 太可怕了吧 藝人會不會講 藝人 會不會討論上節目的藝人 一定會的啊 他一定是說不錯啊 那個...最近那個加油 抽出力很好啊什麼的 這個就要小心了 對 這個就要小心了 那個背後講的是難聽的 對 你覺得怎麼樣難聽的話 他一定是說那邊笨死了 笨透了什麼什麼 效果也不太重 看他cue那麼久 他也看不懂 大字報寫那麼清楚 他還不知道要怎麼講這句話 他一定有會想說 通告費還那麼貴 對效果...對不對 好險我以前上節目 很少跟你講話 你別跟他講話 他就會背後講你啊 我知道... 有時候我們在聽 他在罵別的藝人 那時候我們就... 雖然聽得很開心 可是會擔心 因為我們離開了之後 他一樣就這樣講我們了 沒有 不是 我們之前在錄那個 那個重視那個棒的老火雞之聰 就是我跟NONO跟小鐘嘛 他聚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空檔要等很久 那換道具還很久 就沒事在那邊聊嘛 就開始罵這個藝人... 那小鐘跟NONO都會加入戰局嘛 後來... 後來小鐘就說 我去尿個尿 一走 不對 會不會該不會我去 一走你們就開始講我 壞話 他一直在民國投資耶 真的 果然... 對 他一離開之後 NONO跟你講 那小鐘根本就不好笑 他就一直以為他扒了線 結果就能紅 就放屁 然後結果說 腳中走回來說 你幹嗎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從此以後 在那個房間裡面 沒有人敢離開 天啊 這些人也太陰險了吧 綜藝人們照此可得放亮喔 接著就趕快來看看 他們的友情排行榜吧 誰做的節目點子最多 點子啊 鬼點子最多了 應該就是玉琳哥 然後我也只有吃到你從那個 男人家三五樓跳下來而已 然後是 小梁 那個 那個執行力很夠 對 對 但是如果節目的點子最多 應該是玉琳哥 對 對 因為很多那種奇怪 現在電視圈會搞的那種 烏漆麻黑 烏煙瘴 應該要歸就玉琳哥 整人都他搞的嘛 他都想一些怪怪的東西 對啊 可是我聽說那個... 那個梁先生也是啊 也是奇怪的點子特別多 他有一半應該是超日本節目 然後 日式台製這樣子 對 因為沒辦法像日本的 經費那麼高 然後他就用台灣比較粗糙的手法 然後把它搞成到日本綜藝節目 那個效果這樣子 聽說還有很多是變態的對不對 有啦 對 有啊 就剛剛說的啊 叫我從那個能人家山五樓 垂降下來 神經病 然後人家在一個學校 然後就無聊 就隨便綁個繩子就來了 就叫我要從五樓下來這樣子 而且那邊還下大雨很濕話 對啊 好奇怪喔 對啊 叫學生在下面 你還有逼誰跳過 還有亮哥還有艾莎 都跳了 對 對 你是民族英雄的兒子 耗益 那都是節目的第一集 我們想說第一集一定要造勢 對不對 那我們就編一個理由 就說亮哥 造勢喔 看第一集就有人過世吧 就出勢 然後亮哥 你不是這樣 節目第一集 你們一定要下來 你們跳下來以後 你們就是真正的 你們一跳下來 我們就把那個牌子給你 然後兩邊的那個同學 夾到歡呼 大家把你抬出去 你有男士就是綜藝掌門人這樣 講完了以後 講完以後就叫他跳下去 然後呢 我們先叫那個 示範 示範 那個救爛大隊 對啊 他那個太 因為那個總共有五層樓對不對 你不是一層 然後中間走廊再一層 他叫我們要這樣 跳 就是這樣 對 然後剛好扣著那個對啊 陳軍炳 誰會這樣 好像那個豬人一樣 對 而且你要剛好都踏到那個 就是尖骨 透過走廊這樣子 陳軍炳 對 而且我每一個都看我 進去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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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小梁這個點子還算正常 他真正變態的是 有一回他在那個 那是綜藝旗艦是嗎 是 他就看了東京青色派之後 他就有一個靈感 他就找了很多波爸辣妹來 穿很緊很緊的襯衫 要幹嘛呢 就要他們做擴胸運動 那波爸一擴胸之後 扭扣就會彈出去嘛 他要比看誰 就每個波爸在那邊 扭 小梁在那邊 哈哈好開心喔 那個時候導播上面的導播 是台式的支撐導播屈威 德高望重 一個老先生 已經錄到氣息敗壞 當場不錄 小梁你給我上來 就要硬特看嘛 小梁就上去 你立正 就這樣好 然後那個因為 那個屈導播跟小梁的爸爸 很好很好 但是很好很好朋友 當場打電話 羞生啊 你貴為民族英雄 你兒子在幹這種 下桑桑的 黑幣的單元 就關了 沒多久小梁的手機響了 楊修生打來的 小梁 我貴為民族英雄 你給我幹這種丟臉的事情 你們兩位製作人 現在最想做的 綜藝節目的類型是什麼 我知道你講那個節目 那個節目奇怪 我提了五年了 五年來呢 每次一講 工作人員都鼓掌叫好 都說韻哥趕快拚了 這個單元一定會中 可是每次都一層一層 到了電視台長官那裡 就被擋下來 就說這不要做吧 這個很不好 名字叫什麼 那個時候非常男女很紅 非常男女很紅 我其實就想說人跟人配對 有什麼好看的 那我自己很愛狗 我自己也很愛狗 我也養了兩隻狗 我就覺得說 每次為了狗配種 跟哪隻狗配種 問題和傷痛腦筋 我現在想開一個節目 叫做 就是大概一人 就是五隻狗對五隻狗 五隻公狗對五隻母狗 主人牽著 你們家狗什麼星座的啊 你們家狗摩羯座的啊 你們家狗什麼樣啊 喜歡吃什麼飼料啊 然後就第一次接觸啊 什麼一定的東西 最後就一定會有人配對成功嘛 就把牠送進小房間 就交配了啊 交配要拍出來吧 當然一定要拍出來 最後的收視率的高潮 一定就在那裡啊 只要那十分鐘的交配畫面 這個做起來我跟你講 日本人一定跟你學 對啊 好 來我們看第二個螢幕是什麼 誰做倒的節目最多 NONO你也算喔 真的嗎 對 因為你是主持人嘛 對啊 來 兩槓先講 要比了嗎 是 你覺得是誰 當然是NONO啊 NONO啊 他自己開的節目 沒有一個是超過一季的 真的 會不會都是搭檔的原因 對搭檔的方式 沒有給我獨立主持 不是 配那種怪怪的咖 沒有 他有做過一季的啦 然後一個月的啦 還有四集的 他都有 我都幫他算過了 那是你做的吧 沒有...有的是 玉琳哥... 那不是一個月啦 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 對啦 不是 因為喔 其實這個故意很重要 故意很重要 剛好去接到那種 親王不接的時段 對... 對... 百明就是電檔 對 就是一開始你就知道了 但是我們還是很用力做 我還有節目因為單季 然後就停掉 對... 單季 對 他都說三月份是單季 就先不要錄這樣 然後等到五月份那個 廣告忘記的時候再復活 再來 結果他就真的 就忘記了 後來忘記來了 我們就打電話給老闆 天才老闆說 忘記來了 忘記來了 但是我也忘記 對啊 那個小梁還有說 你只會三招 其他什麼都不會 對 三招 第一招就是彩虹鱗 第二招呢 就是那個用嘴巴那個 打節奏那個就是... 對... Bus Bus 然後那個第三招呢 就是從牛皮紙袋裡面 變魔術 這三招沒有了 他的訪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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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來一下彩虹鱗 NONO真的以三招騙池騙合嗎 到底有多神奇 讓我們來見識一下吧 對... 退 喂 我看你 還要黃 對... 真的很難怪節目會停掉 真的嗎 他常玩這一招嗎 在他自己節目裡 而且不是 我覺得你才怪 你說他只有這一招 這一招大家看到十萬遍了 對 可是他還是會笑 他每次都問人家說 那你的夢想是什麼 來賓就說 我的夢想 你再講一遍 我的夢想 對... 然後每次憲哥都說 每次憲哥都說 我聽人家說 你說什麼 我聽人家說 煩死了 這五年來每次只要看到訪問 一定會有這種橋段 這真的很好笑 這真的很好笑 這就是鐵效果 像你做節目這麼多鬼點子對不對 那有的時候製作人 不是 主持人會排斥 會不會跟你吵起來 那時候我們在友台做一個節目 也是跟玉琳哥合作的 可是玉琳哥一樣 也都是不會出現 然後我們就先出現 可是因為那一個大哥 他就每天宿醉 然後來的時候 遲到起碼一兩個小時以上 然後來了以後 跟他雷本的那個妹妹都醉了 因為他講出來 酒氣太重 都酒氣太重了 然後每天這樣延遲也不是辦法 因為那時候那個長官 很不高興嘛 家綺哥 很不高興 說他媽好 下次來我弄他 小良 下次來的時候呢 你就跟著我演就對了 我說是 家一個是這樣 好沒有問題 好 那到了下一次呢 來了 果然又是一樣的狀況 晚來啊 然後又這樣 然後一樣的狀況 然後我就打電話說 家一個來了還是一樣 他說好 那我先馬上下來 他一下來你知道嗎 他一下來呢 先聲奪人 就把那化妝間的門 啪 踢開說 他媽的小良 你們在搞什麼 你們是做單位嗎 你去過兩個小時都還不錄 你們到底會不會做節目 那個... 然後那個現場 當然是驚訝嘛 都在看我嘛 我說沒有沒有 家綺哥不是這樣的 是我們那個道具出了問題 吵啊 道具出了問題 那你就不要做節目嘛 這個節目就停掉嘛 然後那位大哥 看到他一直罵我 然後他就要來服 就說 要來勸 就說 家綺哥你也不要這樣 也不一定都是小良的問題 然後這樣一個越講越深 越演越那個你知道嗎 他是海專的嘛 越演越那個 他... 請告我 他揮拳 他揮拳要打我 你知道嗎 然後趕快把他拉開 拉開拉開 拉開了以後呢 就說 真的很會演 然後拉開以後就說 小良 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直傷罵我 一直罵我就對 你再這樣的話 我媽的我就 拿個噴子把你幹掉 然後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他走了以後 我就想說 怎麼辦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場面真的很難看 所有的人都在看 你上到什麼那個藝人 下到那個收垃圾的阿姨 全部都在看 你很難看 我就自己默默的去那個 洗手間 洗把臉 然後呢 那位大哥呢 居然把我們的工作人員 叫過去說 剛才那兩個演得不錯 他知道我們兩個是在演的 真的 太不行了 我說都真的 其實在綜藝界 做到節目是很正常 正常 對不對 開開收收是很正常 對啊 那你問小康 他做到多少 數不完 小康做到幾個 而且康哥還做那種 說有人昏倒的 什麼 關在那個冷凍庫裡面昏倒的 還有製作人被打的啦 有...那天 那天乃哥講說那個地下室 冷藏不一役有沒有 那是真的 這個就是這個二氧化碳的 中毒 一氧化碳 你知道 二氧化碳中毒 全部送醫院 據說還是康哥先發現的 他說結果怎麼頭昏昏的 然後那個是怎樣 在那個冰褲裡面 大家在錄嘛 很痛苦耶 在冰褲裡面 我是穿游泳褲耶 冰褲裡面 穿游泳褲 還要浇冰水 你看那個奪空 然後錄完了 我就第一個走出來 我一走出來 我就抽煙 我就... 怎麼有點暈啊 不會吧 然後我旁邊站了一個工作人員 就這樣... 這麼快啊 我就... 怎麼這樣 然後你沒有開始喔 你別這樣... 怎麼會這樣 大家快死了 然後趕快背下來 還叫救護車 弄啊 開胸 我還自己開車去這個醫院 可是等下很昏啊 怎麼會這樣 然後全部啊 當然晚上就上新聞了 OK 來 我們看下一個 對啊 不用看啦 這個應該就是什麼歌了嘛 這個擺明在弄玉琳歌的題目啦 我的錄影的原則喔 跟我對工作人員的訓誡喔 就是說永遠把每一場錄影的藝人 當成你這一生跟他 為什麼呢 因為有的工作人員會心軟 他說不敢啊 他摸恐怖箱也不敢 然後說叫那個藝人幹嘛 他也不敢 我說你不敢 那節目有誰要看 可是那藝人會翻臉 我說你就把他當成你這一次合作以後 就不會再見到他了 你就不要再跟他合作 他說那以後放不到人 台灣有五百個藝人 你放心啦 少一個不會死 沈哥是不是還有一次把那個 許淳美關在棺材裡 對... 那一次是... 那一次是許淳美跟王仁甫 那個單元是要去體會 各行各業的辛苦 所以我們就去體會那個做棺材 想說做棺材比較特殊 一般民眾沒見過 後來他們一開始在那邊盯啊 在那邊弄啊 弄木材 後來好不容易把棺材做完了 然後那個我就說一定要讓藝人體驗啊 你自己做成的成品不體驗怎麼行呢 我就比王仁甫 王仁甫就比我其中美 我就跌人頭 結果後來 阿妹姐妹姐你就棺材躺一下 喔 這樣喔 這麼好喔 他就... 躺其實也無所謂嘛 因為那躺著還是看得到天空啊 他就躺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把蓋子... 結果我就聽到 裡面很沉悶的那種 敲擊的聲音 C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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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把燈關掉啦 誰把燈關掉啦 是... 各位觀眾 我為您介紹 綜藝界 惡魔 對啊 他有時候真的太誇張了 我們錄那個大勝利 就是玩遊戲 知道 對不對 那就很正常 一般人家過那個獨... 因為以前你們都有參加過 過那個獨木橋 就藝人這樣 因為他那個很不穩 你只要跑過去就好了 就這樣 已經很不穩了 結果你要跑過去很難了 他還說叫我們後面用球砸 再用躲避球再砸 你砸得頭很啊 對... 不然還想說要是砸 就打... 滿好玩的 我越砸越狠 然後就後面直接砸頭 對... 然後那個人就會這樣子 一打好像脖子斷掉 馬上就掉下去這樣子 那如果在砸人真的很狠 而且他看人的 如果比較漂亮的妹 他就輕輕的這樣子丟 然後如果那種比較... 比較肥胖的 白雲之類的 各方的白雲 丟死他 那很可怕 那一丟下去 那女人一丟走到 你還逃跟身體要分離 可是你真的很開心 兩位名制作人 有沒有整過港星 先講那個劉德華好了 那時候劉德華來宣傳唱片 不得了 然後我們想說 這一段一定要好好的做他 那我們想說劉德華常常拍警匪片 那我們就來弄槍戰 他跟憲哥對打這樣 然後我們就找了幾個爛汽油桶 然後又找江龍 拿來幾個彈道點 然後就等一下會爆 就放在那個汽油桶上 還有一個是放在 因為那天劉德華穿牛仔褲 放在劉德華的口袋裡面 表示說他被憲哥打到 然後砰這樣 然後我們就跟劉德華講說 那不會怎麼樣 那火藥很小而已 只是在外面 我們還幫他墊了一塊布 然後後來就開始演了 演一演以後 就那個憲哥就 哈哈你看看我的厲害 然後劉德華就要那個 做反應 做反應 然後這邊就要爆開嘛 結果那個人就故意搞我們 他那個劉德華裡面 那個火藥太多了 哎唷耶 結果一按你知道嗎 砰 牛仔褲 牛仔褲破了 哇塞 牛仔褲破了 然後那個劉德華的 那個大腿裡面 好像有一點點炸傷 有點著傷 叫著著傷 第二天那個宣傳就被壞掉了 我在看到那個宣傳的時候 他在戴誰你知道嗎 小餅跟杜斯 本來戴劉德華的喔 天堂到地獄 對 這個宣傳就被我們弄掉了 不是 你講這個 不要戴著德意 人家是這麼惡意的好不好 不過當時劉德華是沒有翻臉 沒有沒有 那個天王的風範真的不一樣 那我們那個梁朝偉 梁朝偉就是那一次 他們無間道第一集來的時候 哇 不得了了 又不得了 不得了了 梁朝偉跟劉德華都來到現場 可是他們說沒有時間行程 拍了他們說拍頭拍頭 又跟我們時間 那他們說在金華城手印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說那在 游泳都有參加 對 手印完了十分鐘 那我們就在金華城門口 隨便搬兩個沙發 我們就來坐 那那一天要做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是影地級的 那我們就來做那個演技大考驗 那單元很爛 大家一定都聽過 就是說我們有三杯 三個杯子 透明的杯子 那裡面有醬油跟這個可樂 那大家來看說誰喝到那杯是醬油 對不對 那因為都是演技派的 大家不能演出來 不能讓人家猜錯 然後no no 他們就在旁邊猜 看憲哥 梁朝偉 劉德華 誰喝到醬油 這樣子 然後完了以後 我們也是抱持著說 我們不會這個港星下次再來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我們抱著以後不會再跟他合作的 一個狀況之下 因為劉德華本來已經不願意了 我們是用另外的名字跟他講 他才願意的 好 來了以後 那我們就說 那三杯都醬油對不對 對不對 一定要弄他們的 那個製作 那個工作人員還說 梁哥這樣好嗎 三杯都醬油 三杯都醬油 好 那三杯都醬油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一個一個喝 那我們現在來看憲哥 我們來看憲哥喝得怎麼樣 憲哥拿起來一喝 醬油嘛 然後 還是喝掉 因為他想說弄人家不好意思 弄自己人嘛 自己喝醬油算了 OK的 好 他就喝喝完 第二杯劉德華再喝 劉德華一拿起來 喝 但是劉德華他是天王的風範 他還是把他喝完 喝完 喝完 第三杯梁朝偉來喝 梁朝偉一喝 喝下去知道是醬油嘛 吐 他就吐出來了 他就吐出來了 然後那天我們還有做一個東西 就是說他們在訪問的時候 我們找一個女孩子 他穿著大風衣 然後裡面是比基尼 然後就在訪問途中 突然他脫掉那個風衣 然後從前面鏡頭裡面畫過 然後看天王有什麼樣的反應 對不對 所以有梁朝偉有反應 瞄了一眼 他今天狀況是這樣 從頭到尾就惡整 對不對 梁朝偉沒有翻臉 沒有 他沒有 都是天王的風範 從此以後再也沒上過他的節目 對... 那我們來公布這題答案 是誰呢 這肯定是答案 聖哥 聖宇 對 誰做的節目最不擇手段 我覺得這個好像今天這幾個板子 都是針對我來設計 對...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那個 羅百吉事件 羅百吉事件 豬腸 對... 那一次是因為那個單元第一次錄影 很希望說那個單元能夠... 能夠一炮而紅能夠成功 那單元說簡單很簡單 就是一個人躺在地上 那上面會有東西掉下來 那因為工作人員都想什麼 臭襪子 甘蔗子這種 我是覺得說可以 可能張力不夠 所以我想... 有一次我去中文夜市吃麻油雞 有沒有看到有人在那邊弄那個 豬的那個生長 豬大腸 我想說 好急了... 我就打電話給資金製作說 我那個麻油雞旁邊有那個豬大腸 去趕快買回來 他說買回來幹嘛 我買回來弄... 整個都買了 然後工人員還傻傻的 還...買回公司之後 還要拿去洗手間洗喔 他說我... 我看他拿一袋 他說我要把那個血洗掉 神經病 你把那個血洗掉還有什麼好玩的 後來錄影當天是嗎 羅百姊耶耶耶 又玩很開心嘛 他說百姊 待會兒好像儲盤很簡單 就躺著東西會掉下來 你放心那也不會怎樣 你就眼睛閉著就好了 好啊沒問題嘛 怎麼是哥們 你對我最好了 你對我最好了 快就躺著 5 4 3 2 那時候正國城嘛 正國城 Open 結果東西打開 整個... 對 頭也不見了 你只看他對豬大腸 埋著他的頭 攝影棚裡面喔 整整大概一分鐘 很...那個很可惡的死急就對了 一片沉寂沒人講話 他也傻眼了 然後我們也傻... 觀眾也傻眼了 主持人是乃哥跟澄澄 我兩個也傻眼都不講話 然後也突然看見喔 那個...羅百姊默默的喔 先露出眼睛 先露出皮子這樣子 然後大家想要多去安慰他 可是又裹煮不前 因為怕被他打嘛 他就一個人頭低低的喔 就走... 然後到化妝間 就這樣 然後大家就趕快上圍起來 欸怎麼辦 這一邊抓錢看怎麼辦 還跟說 那整個說 就跟你講不要弄這個嘛 大家就討論 欸那我看我先出去安慰羅百姊好 我想我先出去的時候 不見了 他的已經不見了 後來我們都一樓 我就醉醉醉到一樓去 看他已經上了 記得就... 車子走了 什麼話都不講 就出社群網走 後來他去哪裡 你知道嗎 他又去華視前面停車場 把那個憲哥的車子... 不是啦 另外一個... 他不一樣 他不同時期的啦 後來從那之後 大概整整五年 整整五年 沒有 再看過羅百姊 他也傷得太重了 整個你這樣整藝人 沒有遇到藝人跟你正面翻臉過嗎 還真的... 他直接把你找出來 跟你嗆一下 還真的通常沒有過 我反而真正說 所謂翻臉 反而是乃哥才跟我翻臉過 幹嘛跟你翻臉 乃哥是有一次我們錄了一個單元 叫做那時候不是一部電影 叫做阿豬與阿花 然後我們就想說 找那種姊妹濤來表演 那種有默契表演 應該蠻不錯的 所以就說服乃哥錄 那乃哥一直不要錄 那個很幼稚很無聊 我說你錄看看嘛 錄了嘛 錄到一半他就覺得說... 說他不想錄 覺得很無聊 那我就跟... 我就出來跟乃哥好聲好氣 跟他講說 可是你也不能不錄啊 終得錄完吧 他說媽 這是很無聊嘛 然後我就當時講錯了一句話 因為當時我有一點... 有點氣到 我說... 我說可是這種東西 如果憲哥來做一定很好玩 他抓狂的 他整個臉喔 有白轉紅 有紅又轉白 他說他還盡量微笑喔 初夜有專攻嘛 那這個不一定... 媽的不要錄 不要錄 我還抓狂啦 受不了翻臉 他說什麼東西嘛 那你是找吳宗憲啊 我有叫你一定要找我嗎 還不是因為你們 錢不夠 錢不起吳宗憲 他連這種時候也要羞辱我 你知道嗎 你就是沒嫌嘛 不然你找就找吳宗憲了嘛 OK 我跟下一題 誰最輸辣 輸辣 我比較怕死 這個... 我膽子比較小一點 對啊 這邊有一個... 吳宗憲中東事件是什麼 那個...你說上過那個... 一週刊 蘋果日報影劇版那都不稀奇 我上過的是蘋果日報頭版頭條 就是第一頁那個地方 那個事情就是因為我們在節目上 有一些玩笑 然後有講到一些這個宗教的問題 對... 宗教的問題 我們還去道歉 跟全世界的道歉喔 對 那天就是呢 一大早呢 台視就打電話說 小梁你現在立刻給我到台視 我說有什麼事嗎 他說 蘋果日報頭版頭條 說你們在宗憲中 是這樣的嗎 那你說有通知韻林哥嗎 有通知了 好...掛掉 電話掛掉之後 我趕快打到韻林哥說 韻林哥那個事情你知道嗎 我知道...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那沒關係 就12點台視前 是這樣的 好...我趕快衣服穿一穿 牙刷一刷 然後就衝到台視嘛 穿到台視以後呢 就一連串不停的事情就來了 什麼... 那我們就想說 那現在該怎麼辦 那不然這樣好了 因為等一下那個... 那個... 那個宗教的長老要來 然後呢 那個報紙已經寫得很嚴重了 就說如果這個是哪裡的話 台視早就被炸掉了 憲哥人頭會被割掉 對... 然後呢 旁邊有個記者跟我講說 小梁你完了 我跟你講喔 我跟你講一個北京的故事 什麼故事 北京有一條回民街 都是住回民嘛 那突然呢 有一個那個外地來的二任子呢 他騎腳踏車嘛 然後他買了一顆豬頭 他想說回去滷豬頭吃很好吃嘛 他也不知道那條路是回民街 然後他就把那個豬頭呢 用一個繩子沒有縮腳帶 因為繩子掛在那個腳踏車上 然後他就騎嘛對不對 他騎...就穿過那條回民街 他騎到一半 就被人家拉下來 活活的打死我 我聽想說完了 這不得了了 對啊 這次真的不得了了 然後我想說那怎麼辦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那等一下那個長老要來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不然把憲哥找來 當面跟他握手 好我們跟他道歉 畫面拍出去這樣覺得 好像這個一切事情也和解了 我們也很有誠意跟他道歉 好那完了之後呢 就果真都這樣子做了 做完了以後大概已經兩點了 想說奇怪 玉琳哥不是說十二點要在華視見面嗎 不是 華視見面嗎 怎麼一直到現在還沒來呢 然後我就處理完了很累 默默地摸著鼻子回去公司 然後看到玉琳哥坐在那邊看電視 因為那時候已經所有的新聞台 Live在聯播這個事情嘛 對...然後他在看電視 我說玉琳哥那你不是... 你怎麼沒來啊 他說沒有 小梁我不方便出現 你看我這個長相方便出現嗎 然後拍到我的肩膀 他就想說小梁 你辛苦啦 不敢出現 不敢出現 因為我要去之前也聽過 回民街豬頭的故事 所以我想說那個長老看到我 他會更火大 因為當時我們算是也是知名人士 他如果沒看到我 可能也不會那麼氣 他看到我他會覺得說 就是你... 你專門在敗壞社會風俗 你專門來做那種 所以我不如不要出現 那小梁外情比較憨厚嘛 比較討喜 也許你看長老看到他這麼可愛 就說沒關係... 對啊 而且他爸爸又是民族英雄 對... 好 我們看答案是 好 誰囉 好 下一題 下一題是什麼 誰最會假路以爭把妹 這個就是農村 裡面是主持人才有這種福分 沒有 很多製作人 對啊 像黃玉生之類 黃玉生也有 黃玉生每次跟我們唱歌名模 都十幾二十幾 把他講出來 到底說現在是他這輩子 最幸福的時候 因為他那個歌唱比賽的那個節目 有沒有 去那個校園嘛 也全部都是妹 然後他另外有一個選秀的節目 有沒有 來的也都是妹 而且那個選秀 那些妹很想成名嘛 那每天就 阿森哥 森哥 森哥 他現在說他是這個人生 最快樂的時刻 就是現在 然後他 然後他鬥這些女生開心的方式 永遠都同一招 然後打火機 然後放在下體的附近 如果你是一隻火鳥 他就把打火機打開 然後就... 那女生看來就要哈哈笑嘛 阿森哥 你好幽默 那你拔幾個 我拔幾個 那不得了了 那真的就不得了 你說我們在這邊瞎扯 你不相信嗎 憲哥親口跟我講過 就那時候我們錄影的時候 後面不是都有舞群嗎 然後他就說 小亮 小亮 那個不要漂亮 不要讓我講 那時候漂亮 身材又高 漂亮 那個NONO吃過 然後呢 因為有的時候 他們出去錄外景 之前不是有一個 到處吃吃喝喝的 他們的節目有沒有 情緒都會遇到很多人嘛 對不對 那然後比如說 現場的有些人 然後那個憲哥就會說 然後就... 那個做小弟的就知道了嘛 要去幫大哥要電話 就要來的電話 他給憲哥電話都是錯的 真的是他自己在打 後來因為常常這樣子 憲哥有一次就跟我感嘆 他說 現在把妹真的是這樣 把妹都一定要先問那個妹 有沒有跟NONO在一起過 因為每次憲哥喜歡的妹 那搞不好後來 原來NONO都用過了 你沒有亂講 沒那麼誇張啦 沒有啦 就是我認識的人比較多 喜歡交朋友 沒關係 先不用客氣 我們看答案是什麼 認識的人比較多 NONO NONO 下次唱歌找我去嘛 好不好 而且還好耶 我們不大會唱歌 對 丟牌公 吃飯 對 OK 沒問題 下次可以跟他去玩 但是記得不要留下資料 對... 人家會打電話 他會... 會一排紀錄都出來 對啊 列表 來 下一題 誰最愛說謊 這個就很難... 很難那個喔 截使說謊也是最... 不要說說謊 虎爛 虎爛 誰最愛虎爛 因為我們常常對藝人說謊 沒有錯 但他是善意的 對... 小康 你剛剛在笑什麼 你不是說什麼 對啊 我覺得是他 你主持人當然要說謊 他理由很珍重 理由怎樣 明明有嫖說沒嫖 明明暫批說沒嫖 他不是在講錯 因為這個... 這個我承認是我說的 但是我本來... 我本來真的不打算在節目上公開說 昨天工作人員跟我忍耐了的時候 我當成私下聊天 我說... 這一定是NO-NO嘛 明明去表 又說沒表 明明... 我沒有想到小康在節目中講得出來 這個要解釋清楚 因為後來都沒有人家還我們清白 對 利用這個機會 好好的說明一下 之前不是有一個說我跟馬國畢 跟那個職棒選手 陳志遠去什麼開轟趴 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那一天我跟馬國畢 而且更何況是我們跟那個職棒選手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 對啊 這很多年前是不是 對啊 好幾年前 那最近這個事件 最近說什麼 有記者說什麼 就是有一個警方破獲大型的那個高級印招戰 一樓一樓 對...他說那個資料裡面名單有我 NO... 還有其他幾個大哥 所以你有參加在那邊做生意 沒有啦 我沒有 對啊 所以他就問我 那我就很直接跟他說 那因為我不知道資料怎麼會在那邊 對 然後他就抱了一支是以前公司的電話 我說那會不會是以前 可能我們去過酒店怎樣 留下的資料這樣 所以他才說不要亂留資料這樣 那個嫖的事情是一個誤會 那是一個誤會 不可能 因為我們認識NONO很久喔 他不會花錢去做這種事情 要把錢 用把錢 用把的時候 小楊你有沒有常常說謊 沒有耶 沒有耶 你幹嘛 誰會說 沒有嗎 有啦 你也會騙藝人啊 那都是善意的啊 那都是善意的啊 你沒有用看 人家怎麼會來錄影 呼嚨 對不對 不算是說謊 他很會搞一些怪怪的東西 在攝影棚 你有看過那個大型鴕鳥 在攝影棚出現嗎 對 就攝影棚 活的 活的 超大隻耶 兩百多公分啊 好大隻 因為鴕鳥他會怕他驚慌 他就頭照一個那個罩子 就把他眼睛摺住 襪子套住頭這樣子 然後他就搞了一個網子 就這樣比如說圍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所有藝人 大家都穿運動服 然後就在那個鴕鳥的脖子上面 掛一個牌子 然後上面黏著 然後就是這個計時三十秒 看誰把那一張撕掉 看誰什麼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港星 叫梁漢文 第一次在台灣出國語唱片 就是那天中午第一個通告 在台灣第一個通告 然後就是在宣傳唱片這樣 穿得很帥氣這樣 然後因為大家都換運動服 可是他在打歌服 他就沒換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一堆人 我 阿輝 康康就在裡面 然後他就哨音一吹 然後那個鴕鳥就進來 然後鴕鳥就開始 然後這個很大隻 然後他就開始 對... 然後他就... 他就亂跑 就開始亂串 然後大家躲... 然後就看到那個梁漢人 一蹲下來一躲的時候 那個頭就直接往那個鐵絲 一撞過去 然後就叩 我聽到叩很大聲 我跟阿輝說有沒有怎樣 一轉過來 雪就噴出來 雪真的噴出來喔 他就在這裡 雪就... 這樣 然後剛剛他趕快去 對啊 那也是他唯一一次 在台灣宣傳唱片 我們今天也有... 其實我們今天要錄那個 有情無間道 接下來就是小梁... 因為他們公推你去坐那個椅子 綁在那裡 有情無間道 對啊 但是只玩四項而已 你有看過小鐘玩到那個講張話嗎 他現在回去還不跟小斑斑 送心理講話 到現在我們來錄影這一刻 他們還不講話好不好 謝謝啦... 我知道... 我知道小鐘... 加油 班主 你先做個心理準備 先準備一下 我們這個節目比較好 我們會先講 對 不像你們節目都直接來 我們會直接講 但是我們還是要先... 對 我們看是誰好不好 誰最愛呼嚨 NONO 不是說謊 你改成呼嚨 好不好 心理準備好了沒 不是 可是... 鵬哥 那個從頭到尾 都沒有我的名字耶 所以要派你啊 大家都看兩位大哥在講話 好不好 但只有四項 但是是一次做完 爛鵬哥你直接叫我從這邊 跳下去更快啦 沒有啦 開玩笑 在拍那幾張啊 這幾張啊 不是... 我今天就跟他們講說 你弄藝人就不會這樣 你今天跟他們弄藝人 也要幾張 你就知道藝人多可憐了嗎 謝謝三位 謝謝 我們去分享你的包圍 謝謝... 謝謝 謝謝... 恭喜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